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土不仅塑造了一个高原 也塑造了一个文明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但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点 总是与这片黄土息息相关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但那些生死攸关的时刻 总是与这片高原连结在一起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中华民族生不息 中华民族生不息 广袤的黄土高原 造就了这里的人粗犷豪大的性格 这些纵红交错的山梁 就是他们纵情歌唱的大舞台 民歌记录了黄土人的历史 也记录了黄土人平凡而质朴的生活 民歌 黄土高原上的第二种语言 黄土人的喜 怒 哀 乐 全都包裹在粗犷高亢的歌声里 哎呀 心前有勇事也长不外 这片高原上流传着许多有关感生灵和剿夫们的民歌 黄土人所说的生灵 是千百年来与他们相依为命的罗马牛鱼等家养动物 对于他们来讲 这些动物不仅仅只是牲畜 而是有灵性的 是世世代代的生存复伴 秋收一过 朔风四起 冬季降临 当大地变得苍凉 生灵成了黄土人走出去的高原之洲 区区折折的沟壑 宽宽斩斩的土园 赶生灵的人在荒芜而寂静的大地上前行 过神府 锦蒙地 下延安 入关中 这些高原之洲把黄土地上的红枣 绿豆和皮货运到外面 再把外面的羊布 食盐和茶盐带回高原 明清两代 由于人口大量增加 很多中原人迁到了黄土高原 大规模的屯田和啃荒使土地越来越贫瘠 再加上气候越来越干冷 人们的生存越来越艰难 二十世纪初起 中国处在剧烈的动荡中 黄土高原也不例外 赶生灵的脚夫们经常会遇上土匪 运气好一些 只是货物被劫掠 但丢掉性命也是家常变化 天灾人祸 时时处处都威胁着这些赶生灵的人 他们仰着头 吼着歌 画出对苍天的志愿 那是黄土地上最沉重 最艰难的年代 那时候的民歌几乎是一片片的怒吼 黄土地上的人们在苦难中挣扎 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歌声里唱的小伙子 在沟底干活 一抬头 正好看见对面山梁上的心上人 想跟他说说话 但沟很深 挡住了声音 姑娘听不到 想要跑过去和他拉拉手 也不可能 高原上沟壑纵横 两毛交错 两个相邻的沟即使可以听见对方说话的声音 想要见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需要翻上一道梁才能下去一个沟 这一上一下至少也得一两个小时 如果隔着几道梁 这中间就不知道隔了多少道沟了 和心上人碰不上面 也说不上话 只好把苦水倒进心里 隔着凉 请香香的那个蓝 香香 蓝喝一年的菜 剩下一个蓝花花 黄土高远的明歌里 有男人的忧愁 也有女人的苦涩 相传 有位美丽伶俐的姑娘 叫兰花花 和一个小伙相爱 两人私定终身 小伙为了家乡出去打仗 父母觉得兰花花败坏了门风 强迫她嫁给了当地的土财 歌里唱的正是兰花花的遭遇 被强迫嫁进周家的兰花花发现 这里就是活死人墓 全家上下欺人害命 无恶不作 兰花花一天也不想多待 拼死也要逃出去 黄土地上的女人 勇敢热烈 对于她们 爱情是一场生命的宋歌 兰花花拼了命 向秦哥哥家跑去 无论生死也要和哥哥在一起 有专家考证 兰花花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 有人物原型 据说 那个姑娘叫叶子 出生在1919年 那一年 北京发生了五次运动 但黄土地上的叶子 最终没能逃出货坑 在周家 欲异而终 只有在歌声里 兰花花才会和她的 秦哥哥 永远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30年 一支游击队 在黄土高原上组建起来 带队的是一个叫刘志丹的军人 刘志丹对战士们说 南梁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 有川 有山 有烧林 又是梁省的地方 交界 敌人统治困难 咱们活动方便 只要在这里建立起革命根据地 在一步一步向外发展 就能在大西北撑起一块明亮的天空 避近千变万户 搬走闪干各地 刘志丹等人终于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红色的革命根据地 当地的脑海拔走门口 当地的脑海拔走门 高兴地唱起了西天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34年11月 陕甘革命根据地 在南梁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亦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 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等机构及其领导人 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助席 年仅81岁 以南梁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 可以说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两点一层的历史地位 这一层就是说国仅存 就是说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其他的根据地都丢失了 只有陕甘根据地存在下来 这就为中央红军以及其他各路红军 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也为西洋事变爆发之后 红军改变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 又提供了出发点 因此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地位是非常独特而重要的 山城湖位于甘肃省环县境内 在古代 这里一直是销关道上的一个咽喉之地 1936年11月 经过漫长的征途之后 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黄土高原的腹地 今天甘肃宁下的交界地区 这一带山大勾升 土地贫瘠 后勤供应非常艰难 国民党政府调集大量军力 企图在红军立足位外之时 实施签业战 战役在山城堡打响 山城堡战役应该是毛泽东足德亲自部署 彭德怀亲自指挥的这样一场战役 应该也是我军历史上将帅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 据统计十大元帅里边有五位参加了这一次战役 十位大将有四位参加了这一次战役 五十七位上将有三十位参加了这样一次战役 至于这个上将中将以上参加的人数就更多 山城堡战役虽然不大 但是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后一战 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 这次战役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它为国共两党随后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山城堡战役结束后一个多月 西安事变发生 国共两党停止内战 实现合作 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这里开始 黄土高原也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和我的歌语 新年 ま心的新娘 这辈子我就是 当红色的旗帜在黄土高原上飘扬的时候 人们的生活也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大胆追求爱情的年轻人 他们不但可以用歌声互诉忠常 而且可以永远生活在一起 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叫风之琴 出生在甘肃省华池县一个偏僻的村庄 风之琴小名胖儿 自幼许配给本村一个叫张柏的青年 胖儿的父亲后来嫌弃张家贫穷 又将他许配给姓朱的财东 两家相争引起纠纷 为了追求婚姻自由 胖儿将父亲告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垄东分区 分区专员叫马锡武 同时兼证法庭亭长 马专员亲自到蓬儿的家乡展开调查 在征求蓬儿本人的意见之后 盼蓬儿嫁给心爱的张柏 这个真实的事件经过艺术加工后 成为一个新时代追求婚姻自由的典型案例 秦枪 刘巧儿告状 平剧电影《刘巧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封立新中国 而马锡武以调解为主的审判方式 也成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一个特色 被称为马锡武审判方式 黄土高原上 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封之秦 以刘巧儿的身份 佐证了一个新时代的宝贝 除了黄色的大地 一切都变了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仿佛一夜之间抛掉了数百年的沉重 他们一身轻松 充满了激情 歌汤是他们的本能 也是最适合表达他们情感的方式 孙万福是甘肃省环县人 一家八口的生活一直非常艰难 红军来了之后 孙家分到了二十亩黄土地和两头牲畜 有了土地和牲畜之后 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1943年在延安召开了 陕甘宁劳动英雄表彰大会 在这个会上 毛泽东 周翁兰就接见了 当地的这个农民宋爱福 那么宋爱福这个人 他也不是字 但是他的心情非常的激动 当时他抓住毛泽东的这个肩膀 从他心里他就说出了一段诗 这首诗在黄土地上自然变成了歌 这是黄土高原培养的诗人和歌手 脚踏黄土地 头顶红太阳 黄土人的眼里只有大地和青天 有个叫毛泽东的人给了他们土地 他就成了黄土人心目中的红太阳 太阳升起来了 不一样的日子开始了 广为流传的秀金匾 改编自传统的冷冬民歌 农民汪廷久自幼喜欢唱歌 新生活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创作冲动 他利用传统民歌绣荷包的曲调 重新写词边改边唱 由于不识字 他唱到下一段的时候 经常忘记了上一段 这让他很苦恼 那么想来思去 他就想出一个主意来 把这个通常这些孩子们叫在一起 他就把编好的第一段给孩子们叫唱 教会了以后啊 他就在编第二段 就这样 边改边唱 大人小孩一起唱 秀金匾就诞生了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秀金匾和军民大生产等 这些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歌曲 都是来自黄土高原 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们 用自己的方式 记录了一个时代 也把自己铭刻在时代的记忆里 这是属于黄土地的记忆 这片黄色的土地 坦似平常 其实 蕴藏着金人的生命力 金人的生命力 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艺术 除了民歌 黄土地上 还有更多的 惊奇和魅力 值得我们 去发现 去体验 甘肃省环县 位于黄土高原的中央腹地 陕甘宁交界地带 在县城附近的东山 有一处坟营 据说是难得的风水宝地 背靠群山 面朝高地 俨然一座戏台 乡民们说 埋葬在这里的人 注定是 背一背都出戏字的 2002年8月19日 东山的一座老坟 被修缮一新 环县道琴皮影艺术家协会 在这里为牧主人 举行了隆重的树碑仪式 牧主人是清末 隆东道琴皮影艺人 谢长春 谢长春是何许人 人们为什么百年之后 还要纪念一个 普普通通的艺人 皮影戏在中国很普遍 隆东道琴皮影戏 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二零一三年岁末 一出戏曲大戏 在甘肃省省会兰州上演 台下坐无虚席 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今天上演的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地方戏曲 《龙剧》 龙剧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 年轻的龙剧 究竟从何而来 很多人并不知道 令无数观众魂牵梦绕的龙剧 就源自于一个独特的民间戏曲 龙东道琴皮影戏 龙剧是59年成立的一新新剧 虽然成立的在54年 但是我们的这个剧目的储备 包括我们的表演风格 包括演唱音乐的继承和发展 都是来自于六百多年的道琴 这里是甘肃省环县的新龙山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 这里都举行盛大的庙会 在庙会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演出道琴皮影 经过一个庄严的仪式 一番裸骨后 灯火通亮 台上既唱又演 台下如醉如痴 一方是劳作了一天的农民 另一方是说唱表演的农民 皮影在灯光的照射下 跳跃闪烁 严者尽情 观者尽欢 中国考证这个刀琴就是刀镜请送的兼称 也就是在刀馆中这些刀师们 应尽送颠的时候 那种去掉 在明朝我们的这个董老爷赛 就有这个刀师应尽送颠 到现在精神及时 兴生不顺 诸师爷不堪打戏 就看的是匹音戏 为了让诸师爷唤醒 他们在用匹音标言故事的过程中 都尽量把刀镜请送的这个雕子 也加进去 这九二九子 就是这个刀镜和匹音 在兴盟山的描绘中 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也就是现在 省省不顺 换些刀琴匹音 刀琴匹音历史久远 但到了清代 才最为繁盛 在甘肃龙东一带 对刀琴匹音贡献最大的一人 就是谢长春 清代咸丰年间 宁夏王爷府 在仆人的服饰下 王爷已经来到主位 台下也坐无虚席 所有人都在静静地等候 等候一出道琴匹音大戏开演 然而 主唱却消失了 主唱是整个戏班的灵魂 又是班主 整个戏班 惊慌失措 不知如何应对 就在这个时候 戏班中 一位少年 缓缓走到屏幕前 拿起皮影 罗骨敲响 戏正是开演 戏班的成员们 既紧紧张又充满了期待 这个少年能否就唱呢 这个少年大个单子唱了起来 他哄娘的声音 和静静的那种 翘签技术 是这戏唱得非常逃逸 其他人也都害怕出错 所以说也都尽性地去配活着 所以说这一台戏唱得非常圆满 结果令所有人吃惊不已 一出大戏 少年居然在没有唱本的情况下 从头演到尾 丝毫不差 这少年便是谢长春 这一年他十二岁 一年后 十三岁的谢长春 离开师傅 令祖戏班 开始独立的艺术生涯 这一年便是六十年 六十年时间 谢长春将道琴皮影艺术 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是隆东道琴皮影 名符其实的奠基人 隆东地处黄土高原的腹地 沟壑纵横交通不便 能够在这样条件下 至今活跃着四五十个 道琴皮影戏班 不能不归结于 皮影戏班人员的精炼 和道具的简炼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戏班只用一头毛驴 就能驮着所有的道具 走向窜户 翻山越岭 因此 皮影戏班 有了一个绰号 一驴驮 今天 人们不再使用毛驴运输细箱 开着三四辆摩托车 或者一辆农运车 整个西班便可以上路 黄土高原上多窑洞 窑洞既聚光 收音效果又好 最适合演出皮影戏 在宽敞货量的农家摇动 经常上演皮影戏 道琴皮影 因此又叫摇动戏 或抗头戏 道琴皮影戏班 一般由五到六人组成 戏班内 根工明确 忙而不乱 戏班的核心人物 叫前台 大多数为班主 前台坐在量子前面 量子是用白布 做成的一个小小的屏幕 前台包揽主要角色的 道白和演唱 又操纵所有皮影的表演 它是造型皮影戏般的灵魂 任务最重 记忆也最全面 后台人员 每人手持两三件乐器 一边伴奏 还一边要配合 次要角色的 道白 帮箱和应答 这叫搭架 帮箱 在所有的皮影戏里 只有隆东 道琴皮影戏 创造出了这种 独一无二的帮箱形式 麻黄 以窗中和的麻黄 这种这两个剧动都没有的 也就是性代性的龙菊 才有 但是龙菊它是 换现道琴皮影戏的 衍生剧动 道琴皮影戏 另一引人瞩目的亮点 便是这屏幕上 活灵活现 令人眼花缭乱的皮影 发现的皮影都是用牛皮调砍 也就是当地的花牛皮调砍 为什么不用驴皮呢 当地流传的一个古老的系数 精神即死 以牛为重 以驴为尖 所以说驴皮是不能精神即死的 所以它这个材质 都是用幼稚的牛皮 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皮影 但龙东的皮影 特色非常鲜明 这些富有想象力的皮影作品 造型奇特 克制精巧 着色古朴大方 几把刻刀 一双小手 刻出了万千广煞 刻出了真情异兽 刻出了错约风韵 刻出了瑰丽的百花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